创意比赛竟在运通 全国同众大家午安 欢迎收看今天的盘中及时结盘节目 来到你我将为三十分钟的节目 面临台股连续拉回了两天 不晓得如何布局 不晓得如何迎接 年底做这行情的 把它每天这一点钟及时结盘节目看完 对你的操作一定有正面的帮助 那整个一个台股的结构呢 上礼拜四来到破端新高嘛 最高点9278 9278接近这根肠内高点啦 所以震荡整理很正常啦 那这两天的压回修正 今天台股呢 目前增加507亿 预顾量的呢 加个100亿嘛 大概600多亿啦 所以我之前就跟你讲过嘛 那如果我回档修正 大概5600亿的量是比较OK的 只要它往上攻 成量7800亿 那就非常完美啊 这目前台股的一个成量不太够的情况之下 你要懂得一个量价结构 好不好 所以今天表现还不错啊 压回修正证量剩500亿 预估量的600多亿嘛 OK啊 OK啊 对年底作战行情 当然没有任何负面的影响啊 更何况 美国股市还一直往上走高耶 道琼 看回不回啊 創下利益新高嘛 那美国科技股也是一样啊 創下新高之后的回档 同一样这是多还是空 图形放大嘛 涨了一大波 科技股哦 涨到5403再回档 你认为多还是空 多头 会不会正常回档 所以呢 整个一个美国科技股 当然联动的是台湾的一个电子股嘛 所以你千万不要因为 美国的科技股 短暂性的回档 你就认为台湾的一个电子股要走空 错好不好 绝对错 你可以看到 年底作战行情 各类股都有表现机会 我已经讲过了 电子股当然也不例外啊 金融股有没有作战行情 你自己看嘛 富方金我送给你的金融股啊 今年51.3创加波段新高啊 当时还没过高 高中你可以买啊 留到十月会一定会赚钱嘛 这都不是青菜公公的啊 是不是 所以呢 类股轮动轮涨的作战 真的还不错 真的还蛮好赚的 自己把握一下 电子股 联军 亲爱的朋友 今天124啊 再送波段新高 水素电子股没有行情 对 如果你当时在低档区 跟我买联军的 到今为止 这支波段行情 所以你自己看一下嘛 你从大盘事物 川普当选之后 这四天你去空股票 空到现在你不会赚钱啊 电子股联军 你空在低档 你会赚钱吗 你是套在上面的 你是做对 做错方向的嘛 所以目前的一个行情脉络 其实还蛮容易掌控的 你只要选择各类股 当中基本面最强的那一档 各股下去做操作 会有作战行情的 我讲过啦 越接近12月中旬 法人圈的作战 更积极 会越积极 这没办法 大家在拼绩效嘛 所以你只要领先法人 坐在一辆上 领先公司派坐在一辆上 你会得到可观的财富 所以这两年军 11月11号嘛 当天最低105啊 没有跌破这根长黑的低点啊 这根长黑就是川普当选之后 那一根长黑嘛 那一天几乎每档股票都中错啊 但是我那时候给你一个选股的方向 只要你想买的股票 它没有跌破 那个礼拜三270点的低点 它的基本面又好 赶快买 赶快买 那是我当中提供给你一个操作 建立选股的方向啊 所以联均没有跌破这根长黑的低点啊 OK啊 基本面又成长啊 当然可以买 当时105耶 10月14号 是马上红黑棒了 对我不是把它未来行情规划给你看吗 我说它会上去 会先过这个前波高嘛 过高之后压回震荡 还会再走高啊 会顶到这边嘛 也没有一步一步的发生 所以我已经规划给你看嘛 你照我的一个分析来操作 一定会得到一个波段行情啊 真的过高啦 10月25号不是过高 我不是讲过吗 会过高吗 画给你看啊 过高之后压回再走高 所以10月25号是不是过高 过高它们压回 过高之后压回了两三天再走高啊 所以上礼拜四 整个联军 来到波段行高嘛 那出现大量 还不过高点 我问你 出现大量啊 整个联军的一个架构 上礼拜四 往上走高 涨了一大段哦 那出现大量 一量先价型干年 当然还会再涨啊 是不是 这是很简单的分析啊 所以整个联军 今天股价来到一二四 再创波段行高 再创波段行高 这是我们当时候在低档区 你所害怕的一个台股 当时候回档修正 所提供给你操作的一档 机油的电子股嘛 所以买这边 赚这边 空这边被嘎上去啊 你会套在上面嘛 所以当时候的一个行情脉络 指数在低档啊 我说台股是一个高姿态整理啊 其实我对于台股的一个 高区间的一个整理架构 其实讲了很久一段时间 所以你不要想说这个盘 会大跌到什么 七千点八千点啊 不太可能 对 因为筹码太稳了嘛 那这个盘你也不要想说 会马上扶腰直上 像美国盘一样 直攻万点 因为量确实不够啊 所以它就是高姿态的区间整理嘛 那高姿态区间整理 急杀下要敢布局啊 四天的大量换手 那时候我告诉你要买嘛 不是涨上去的吗 涨上去之后回档 回了两天 今天剩六百多亿啊 很OK很健康耶 所以大盘其实 没什么好分析 说实在的 但它是给你一个方向跟策略应用 你有所依据啦 所以至少我们给你看法跟操作建议 不会离谱到哪边去啊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整一个架构 这档联军 从当时候 你自己看一下嘛 11月11号没有跌破 这根场域低点嘛 当时股价最低是105嘛 我没有画给你看 画画给你看 没有错吧 我没有画给你看 真的照我的一个规划在走啊 没有错吧 是不是 所以操作一档股票 是要懂得掌握行情嘛 你只要对一档股票 未来一个基本面 形态量价结构有所掌控的 整个完整利润 你会赚到嘛 对这边 震一阵会再走高 你会在这边卖掉吗 我已经讲过啦 画给你看啊 过这个前波高之后 会震一阵 然后再走高 会倒到这边嘛 至少会涨到这边嘛 所以你这边不可能被卖掉嘛 被洗掉嘛 所以这一阵 在走高啊 没有错吧 过前波高 这一阵 还会再走高嘛 这你看到我们操作一档股票的完整流程 而且 不是随便讲的耶 事先规划好耶 所以整个联军今天来破端高 需要卖吗 需要卖吗 我可以告诉你 我还没卖 在今天台股呢 目前跌18点 它还往上走高嘛 强势性肌肉股 能赚大波段 我一定从头赚到尾 好不好 需要卖的股票 我一定会告诉你啦 上礼拜四的先进光 28.6停力卖出啊 没有错啊 卖在28.6 当时候买的位置是在低档啊 是在它跌停板之后啊 我是卖在创新高那一天 上礼拜四嘛 所以什么时候买的 这边啊 十一月初啊 十一月初的先进光 跌停板啊 2.6嘛 早买一点嘛 十一月三号跌五缩小 2.5 买嘛 是在低档区 这边啊 当它冲高了 上礼拜四 因为量价不对称 所以28.6卖 28.6卖啊 卖的真的很漂亮 卖完之后就下来了 就开始整理了啊 对 今天有上去啊 但是我上礼拜四 这个位置卖的啊 这样是不是 完整一大段 普通会员的持股啊 有讲过啦 所以上礼拜是 完全的一个落袋 卖掉之后就下来整理嘛 什么叫做量价不对称 嗯 卖的原因 这礼拜六礼拜天的期数 办一个课程 会告诉你 更详细的一个内容 好不好 那这一档冰川也是一样啊 上礼拜 33卖嘛 赚这一段52% 上礼拜的冰川 33卖啊 这时间交易都给你对过啊 没有错吧 卖完之后隔天还什么 亮灯 涨年版 你还记得吗 礼拜一卖完之后嘛 33嘛 礼拜二马上亮灯 涨年版 恭喜全国观众 至少我选的股票 基本面真的很强 给卖完之后 它还涨 对 你可以卖更高啊 但如果你又多不卖 你又 太贪心了 你今天股票升几块钱 今天剩30.3啊 目前30.9啊 对 所以呢 留一些给别人家赚 尤其有看我节目 买我股票的 对 你接下来还有更高的位置 可以卖啊 对 上个礼拜二是34.65啊 上礼拜四也是34.65啊 没有错吧 你可以卖34以上啊 但如果你又都不卖 今天30.3啊 今天并座升30.3啊 我卖几块钱 33啊 对 32.8以上卖嘛 当着交易在33啊 没有错吧 所以我卖的还不错啊 对 错一天 不会怎么样吧 对 如果你说 啊 你一定要卖在 上礼拜最高点 34.6附近 那我只能说 你另请高明啊 对 祝你幸福啊 我只负责把中间这一段赚完啊 我讲过了 我卖掉 我不可能隔天马上去追回来啊 不可能做这件事啊 我一定是资金收尾 准备做账下一档个股嘛 对 我一定是准备做账 下一档股票嘛 是不是 哪一档股票可以做账 嗯 这档股票 上礼拜三提供给你的 获利双引擎 大抵完成啊 四个月的大抵 所以它作账空间很大 因为基本面很OK啊 正在抵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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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在这边啊 现在在抵挡啊 上礼拜四 告诉你要积极介入啊 有没有 打包稍微近一点 礼拜三提供嘛 大抵完成作账空间很大 双引擎 它有获利双引擎 那礼拜四继续走高啊 所以我说要积极介入啊 今天这档股票 在台股今天回档过程 它一样上涨的 哦 基本面很强 我选的股票 品质的保证啊 不是肌肉股 我不会带你买嘛 价值投资 所选的股票 非常的严谨啊 该卖的时候 我自然会带你卖 神盾一样 上礼拜一卖嘛 285卖啊 你买在226的 可以赚59块钱啊 11月3号嘛 26买的 是不是59 那11月21号 245买的 可以赚多少 赚40吗 285卖啊 上礼拜啊 卖在相对高点啊 我也没有卖到最高点 296啊 285卖 到上个礼拜五 剩几块钱 271啊 可以接回了吗 有没有 可以接回了吗 卖在285嘛 上礼拜五打到271啊 差了十几块钱呢 今天神盾呢 目前是282.5啊 涨6块钱啊 所以 不要去猜 不要去猜 行情 我帮你规划好了 个股的操作 也是如此 你自己看联军嘛 我从第一档区 105带你买上来的 今天124 嗯 我有没有告诉你 会过高 然后再走高 我有没有规划给你知道 所以我希望 接下来的一个行情的脉络 年底作战行情 你要跟对人 而且要积极的跟上来 休息一下 再会到见面现场 避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下 二 掩护 三 稳住 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蔡老师 2016年度技术班 开课了 20年经验操盘 心法传授 独门绝招大股开 让您精准掌握 每一档 强势机油股的 买卖点 12月10号星期六 在高雄 12月11号今天 在台北 这位有限 请尽早预议报名 一个不打报名专线 02 27810909 27810909 阿菲特 阿菲特 运达头顾蔡老师 运用巴菲特价值型策略 精选持股 稳健操作 是全市场最实在 最诚信的分析师 信任蔡老师 是您赚钱的开端 出家端线 您的27810909 27810909 蔡老师 2016年度技术班 开课了 20年经验操盘 心法传授 独门绝招大公开 让您精准掌握 每一档 强势机油股的 买卖点 12月10号星期六 在高雄 12月11号今天 在台北 这位有限 请尽早预议报名 一个不打报名专线 02 27810909 27810909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生命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拒绝一切草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临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第二阶段时间马上开始 我们来看一下盘面的一个架构 有没有太大变化 目前指数还是下点的架构 跌至9点 乘量542亿 预过量大概600多亿 所以还蛮不错的一个量价结构 那我之前讲过啦 在上礼拜它涨了5天嘛 承量净量700亿以上嘛 OK啊 那这两天的回档 今天承量剩600亿 嗯 还蛮符合我预期的啊 我说过嘛 这盘回档修正 5600亿 就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承接量 那如果在一个上涨过程当中 回到700亿或是800亿 就是非常漂亮的一个攻击量 台股的目前量价结构 我是如此的看待跟分析啊 因为你说要超过1000亿 目前来看都没有啊 从今年度的年初到现在 每个月的月金量 都没有超过1000亿 这是常态量 原因我不想讲的 我只告诉你常态量啦 那既然已经变成常态量了 你就要因应目前的一个 盘势的一个结构嘛 去选择 什么样强势肌股 符合目前的一个现况嘛 年底作杖行情 越接近 12月份中旬 那个法人的一个作杖脚步 会加快 会加快 懂吗 你要领先他们布局啊 尤其投信啊 你要吃投信的豆腐 就是这个月最好吃 投信一定会作杖 他持股应该都会满仓啊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我们布局的一个逻辑 所带给你的各大类股都有机会啊 所以不要以偏概全啊 电子股当然有机会啊 怎么会没有机会 联军 从低档区到今天为止 大波段的操作啊 我可以告诉你 我今天还没有卖啊 这叫低档吧 现在高档吗 如果一档股票 未来还有走深的空间 就不算高 我们看的是明天 看的是以后 看的是未来 一档股票来 国旗 你在怕什么 我没有带你卖 你就不要随便卖 你懂我意思吗 该卖的时候 我会带你卖啊 这样环球金 10月18号 99 卖嘛 有利多出来 按基定规划 卖啊 还记得吗 10月18号 99卖啊 赚22% 这一段 当初11月1号买的 买在81啊 那为什么要买环球金 当初给你的分析 收购了SIMERC 它会成为全球第三大 半导体晶元的供应商吗 当初写得很清楚啊 它的基本面的分析 对 成为全球第三大半导体晶元的供应商 第三大是全球 不是台湾 是不是 所以 81买 冲高99卖 赚22%嘛 那接下来呢 上礼拜五打下来 对 我卖完之后 它也没有马上下来 这边是不是有高档震荡 没有错吧 所以我选的股票 基本面真的很强 我卖完之后 不见得马上下来 但是上礼拜五 打到90.6嘛 是不是差了10% 什么时候可以阶尾 可以低阶 全球第三大 所谓的一个半导体晶元供应商 没有改变了 10月营收呢 年成长率高到21% 还是成长啊 是不是 所以呢 我高点有卖 接下来 要不要低阶 我自然会有我的看法 这个看法 当然在所谓技术层面的量价结构 或是其他的一个技术分析领域 我会寻找 到底可不可以介入了一个时机啊 如果符合 所谓买进条件的一个技术 分析显示的同时 我当然会卡位啊 如果没有 就不要动作啊 对 因为你高点已经卖了嘛 下来就比较好处理啊 对 要不要低阶 就看技术面啊 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 这礼拜六 礼拜天 的技术班 同学你一定要报名来参加啦 20年的一个操盘心法 我要传授给你 里面有很多个人的绝招 亲爱的同学 有很多个人的操盘心法 那这些操盘心法 电视当中真的不方便公开 真的不方便嘛 原谅我的自私 你说要我自私也可以啊 没有办法 我总是电视上要留一手 当然在这里 拜六礼拜天的技术班 我一定会讲给你听 我不是死空头的分析师啊 亲爱的同学 你看一下我为什么 要卖股票 我如果死空头 我就不会卖啊 干嘛卖 现金光创新高干嘛卖 上礼拜是 现金光卖在28.6 10月18号的冰川卖在33啊 我不是死空头 神盾卖在28.5啊 都有卖 懂没有 所以来 参加这一次的技术班 我要告诉你的重点是 怎么买股票 更重要是要怎么卖股票 其实会卖股票 就等于你会放空股票啊 会卖股票 等于 就会放空股票 所以我其实 另外一个层次 就是告诉你 要如何放空股票 懂没有 来回顾一下 这档 优客 104年6月份 这叫头部啊 融资在高档啊 放空避险 6月份 去年度的6月份 那股价大概 28 27块附近 622号 在26块钱附近 反弹就空 融资会多杀多 去年亏损 对 一直在亏损的公司啊 放空避险 你们看到 去年的优客啊 股价在26 27 28块钱附近 对 你知道他股价最低跌到几块钱吗 几块钱 七块钱 去年 在20几块钱这边啊 最低跌到几块钱 七块钱 剩三分之一不大 我是会卖股票 我也会带会 放空避险的分析师 只是我在电视上 不喜欢讲放空的动作 当然我有我的考量啊 所以 这一次的一技术班 我会告诉你 很清楚的一个答案 为什么 优客 可以放空避险 除了基本面 亏损之外 这叫头部嘛 M头嘛 另外呢 技术指标的运用 来看一下 去年度的优客 出现什么现象 这叫什么 数次熊市背离啊 背离 而且是熊市 上来要卖要空 你懂我的意思吗 当时候我没有告诉你 它的背离现象啦 去年度的一个优客 我只告诉你 融资 多杀多 基本面亏损 M头形成 所以如果再加上 我给你的 个人的独门绝招 超凡心法 熊市的背离 你当然更可以放空多一点啦 因为符合所谓的一个卖出货放空的条件 你就要积极的做避险空单啊 所以当时股价 对反弹就空啊 放空避险啊 27块钱 28块钱 26块钱 优客很好空耶 对 我当时还告诉你 它撑不了太久啊 优客啊 这样股票 没有基本面呢 能撑到什么时候 能撑到什么时候 从二几块钱 后来跌到多少 7块钱啊 7块钱啊 我做股票 看的是个破断跟趋势 我讲过了 看的是个破断跟趋势 对 放空股票 有没有看准 有没有看准 这档名利也是一样啊 你自己看一下 去年的六月份 主力股啊 转弱就出掉 当中股价 还有114 6月16号的名利 跌到九十几块钱啊 还没有跌完 还可以再空 你们看到 去年度的啊 对 我不是死多头啊 亲爱的朋友 你要看清楚 我的节目内涵啊 所以你看看 整个名利 去年度好了 现在名利剩几块钱 最低是多少 28.55啊 你有没有看到 刚说 几块钱 114啊 九十几块钱啊 还没跌完还可以再空啊 这些所谓的一个技术面的一个操作 我在这里 拜六礼拜天的技术班 我会告诉你一切 很多东西 很多东西真的 电视上我没有讲过的 我在这里 礼拜六礼拜天技术班 我会告诉你 个人的操盘心法 那是二十年的累积经验 是我的精华所在 你来听这一堂课 包着你 不会空手而归 对 一天的课程 学到我将近二十年 所累积的一个经验 所累积的一个操盘心法 何乐而不为 所以台北高雄各一场 技术班一个算奖座 一整天的课程 除了会告诉你一些 技术分析你应该懂的地方 个人的二十年的一个精华 操盘所在 一并在当天会传授给你 现场作业真的有限 请你赶快预约报名 明天见 本服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各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之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蔡老师2016年度技术班开课了 二十年经验操盘心法传授 独门绝招大独开 让您精准掌握每一档强势机油股的买卖点 12月10号星期六在高雄 12月11号今天在台北 周围有限 请尽早预约报名 一个不达报名专线 02-2781-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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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Bug 我不玩了啦 你点数还很多 可以退吗 可以 Bug吧 只要你没有违反游戏规定 就可以随时解约 并要求业者退还未使用的除持费用 备刘 GO